碑斯省省長何謹接受《星島日報》年中專訪 回顧2020年省府工作 和展望新一年的工作目標 他感謝華裔社區過去一年 在應對疫情工作上做出積極貢獻 關於加拿大面臨疫苗短缺 會否影響到BAC疫苗注射計劃 何謹表示聯邦政府向他作出一個承諾 賀錦還表示2021年省府的首要工作 是將經濟自疫情打擊中復甦 省府將根據4月的財政預算 做出進一步經濟復甦計劃 同時賀錦又向省民送出農曆新年的祝福語 Say to all of those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Good health, prosperity in the year ahead Gong Hei Fa Choi, Gong Chi Fa Chai